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在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推动下 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 大家知道去年底 中共中央的18届三中全会 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最近一段时间 国内外各界都在关注中国内地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和政策措施 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涉及到利率市场化 扩大市场准入等多个方面 其中有很多改革措施 都会为两岸三地深化金融合作 带来良机 一方面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 将使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 从与内地有关的业务中直接受益 另一方面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 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等措施 也将通过改善金融机构的金融环境 使两岸及香港的金融合作间接受益 台湾及香港正在加强 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 深圳前海现代服务合作区 等内地金融改革四点区域的深度合作 截至目前 多项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比如吧 香港与深圳前海之间 建立起了跨境双向贷款的机制 港交所与上交所及深交所联合成立了中华证券交易服务 有限公司 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快钱公司与台湾相关机构 也达成了初步的战略合作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今年4月10号 李克强总理在博物论坛上 可以说是正式宣布了 将积极推动建立 护港股票交易的互联互通机制 两次股票的互联互通机制 不仅有利于拖宽两地的投资渠道 更有利于巩固 护港两个金融中心的地位 和提升各自的市场竞争力 在勾建开放型经济体制过程中 中央政府一直将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及台湾地区的开放合作 作为优先考虑 而且是重点 可以预见 在内地金融改革发展的过程中 两岸三地将共同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相互之间的金融联系 必定进一步加深 第二 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 应时钟服务于本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两岸及香港的金融合作需求 最初大家都知道 来源于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 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经贸的发展速度很快 经贸的发展必然带来了金融服务的要求 在经历了大约二十多年的相互磨合子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通过产业链上的分工和合作 资源在三地组步进行优化配置 香港 台湾和内地经济已成为密不可分的有机体 经济不断融合 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一步深化 必须依靠高效的金融合作来支撑 通过多种措施 使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 确保区域经济实现稳定增长 也只有如此 才能全面提升大中华经济权 在全球的竞争力 同时 金融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是增强区域内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维护两岸三地的金融稳定 前一时期 新兴经济体受到发达国家 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 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 部分经济体出现了大量资金流出的现象 香港是内地联系国际金融市场的 重要枢纽 与台湾的经济合作近几年来也取得了长租的发展 保持港台地区的金融稳定 对内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防范金融风险 妥善应对可能的冲击 各方尽需要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 进一步加强信息的沟通和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合作 第三 在新机遇期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 一定是全方位的 目前人民币离岸业务 是两岸三地金融合作的一个热点 我注意到在今年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期间 一航三会的这个 技术招待会 这个期间 可以说这个记者 港台记者 大都围绕着金融这个领域 说提问题 香港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截至去年底吧 香港建立了内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 总额超过了一万亿元人民币 此外 香港还在资产管理资本市场 融资银行机构总部运营 和离岸贷款等方面 无疑处于重要的中心地位 台湾的人民币存款余额 也近两年 也处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的一个状态 据统计到两月底吧 台湾的人民币存款余额 也达到了2470亿人民币 除此此外 两岸货币清算机制 也已正式启动 台湾岛内多家金融机构 正式开办了人民币业务 两岸现代化金流平台 正在搭建过程中 其中 外币接算平台 和大中华区域 跨境中文汇款平台 已上线启动 根据汇丰银行的估计吧 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占大陆全部贸易规模的比例 将有2013年的13% 上升到2015年的30% 因为这个贸易结算的基础 这个量是非常大 这个17%的提升 这是非常可观的 这当然对台湾 香港 这个金融的领域的发 金融合作领域的发展 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遇 与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 将至少有一半 要使用人民币结算 随着未来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扩大 两岸三地金融机构 在人民币业务上 无疑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 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合作 只是金融合作的一部分 为了实现为实体经济 和金融稳定服务的目标 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 必须囊括金融资源共享 和金融监管协调 等多个方面 通过跨境金融服务 提供和消费 跨境商业存在 等多种方式的加强合作 这些都是我们金融合作 所要重点拓展 创新的领域 下一阶段 应进一步深入到 信用体系建设 财富管理 消费金融 资讯互换 金融监管 人员交流与培训 等多个领域 推动区域金融合作 在多个层次 多个领域内 不断创新 不断提升 区内金融服务的水平 继续提高 区域金融的 国际竞争力 第四 区域经济合作的 制度性安排 是两岸三地 抓住金融合作新机遇 大有作为的 重要保障 2003年签订的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发展 内容主要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等三个方面 是内地与香港进行经贸合作的 主要协议基础 这个协议签订 政治实施以后 共有十份的 十份补充协议 陆续签订 进一步扩大了 内地对香港的市场开发 结合作的深度 程度 设计的范围 也从货物和服务贸易为主 组建向金融文化等其他方面拓展 去年8月签署的补充协议 更是给予了港资金融机构 以更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 提供了多项便利 增进了双方的联系和合作 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 和各项改革的程度 与台湾的合作框架协议 这包括2009年签署的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和 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 2010年签署的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12年签署的 海峡两岸货币侵占合作备忘录 以及2013年签署的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最近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在台湾岛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其实协议的实施 我认为不仅是对内地 而且尤其是对台湾的有利之处 是显移而建的 显移而建的 未来将会证明 早失思早得利 以上这些协议 在经济合作发展层面 明确了通过更加开放的利益共享格局 以确保彼此从合作交流中 得以共同发展 总之两岸三地的制度性安排 使区域金融合作在新的形式下 拥有了更负时效的保障 未来两岸三地的金融业 可以根据内地和香港台湾的发展 在现有的基础上 深入推动建立常规化合作机制的运作 加快两岸三地金融合作的制度化进程 从制度安排上 保证两岸三地金融合作的顺畅推进 为两岸三地的和平发展 提供更强大的经济动力和基础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看到 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 两岸及香港的金融合作快速发展 可以说是缩过累累 成绩非然 这些成就 为我们进一步推进 下一阶段的金融合作机遇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古话 叫亲不亲一家人 在我们现在共同拥有 天死地利人和 历史难得机遇的今天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内地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在两岸及香港金融界 有识子识的共同努力下 大中华经济区域的金融合作 必将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最终成为为增进整个区域 广大人民夫子的不结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